我們看立體球 他說氫原子的電子要原子而運轉 它的半徑是5乘以10-11次彎公尺 這樣是9.1乘以10-11次彎公尺 要問這個電子 形成電流在這裡造成的磁場是多少 我們知道說這個電流I 電子在上面形成的電流是等於1乘以F 就是說F是每秒通過某個結面幾次 那一次通過電流E 所以它的電流是等於EF 我只要把它繞的頻率找出來就可以了 那頻率的話怎麼找 它們之間是庫倫利 就R平方是KQ KE平方 等於多少呢 R分多少呢 MV R分是MV平方 那V的話是多少呢 2πR 2πR都要除以T 2πR除以T的話是2πR F F是平率 那這樣平率我就可以算出來 這R去掉一個 這是R約掉了 嗯 嗯 哦 這有平方嗎 V平方嗎 R分MV平方 那這個只能去掉一個 去掉一個的話呢 那這個就變成多少 去掉一個的話 這個是 4π平方M RF平方 那F的話可以算出來 M等於多少呢 這是 4π平方M R三色方 K1平方 然後我給它喔 嗯 開根號 F R等於多少呢 等於2πR 分之1 跟號K 它除以多少 FR 哦 2πR R FR 這樣對 好 好 那平率算出來以後 帶進來 帶進來的話 它是長V 是等於多少呢 這個是 2R分之μ0I 它就等於2R μ0 I是EF 就E 它乘F F是2πR 2πR分之1 K K除以MR 啊 現在這個喔 這裡是 2π這裡 4π 就是命理 4π就是命理 就是 死的負7次方 所以這是R平方 E平方 乘以死的負7 再乘以K MR 這把它帶進去 就是答案 1的話 是1.6 乘以死的負49次方 R是5乘以死的負11次方 平方 K是9乘以死的九次方 M是9.1乘以死的負31 R在乘以死的負11次方 然後再乘以死的負7 這樣你把它算一算 這會是上面的答案 約是14.5特斯拉 好 好 好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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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謝謝